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依據早已過時的文件 是大量被勞教、勞改、開除、辭退 自行離職的職工 晚年因公零歸零 無法享受自己勞動積累的養老金與醫保待遇 最近有受害者向大紀元爆料 被公零歸零這些人因沒有收入而陷入絕境 有人甚至臥貴自殺 毛傳衡本人也是公零歸零受害者 他1987年通過律師公考 著有十多部著作 因為參與民主運動 1993年後 兩次因言獲罪入獄 2004年獲釋 在60歲半裡退休時 當地社保局非法剝奪了他在1993年以前 所在單位的全部視同繳費公零 許多老人都派出在國家社保體系之外 沒有迎合保障 咱們現在這個國家 宣傳的老有所養 老有所依 養老保險權覆蓋 完全是假的 當年我們已經被刺激養老買過單了 公零歸零 養老機率全部沒有了 完全就無法生存了 2016年 毛傳衡與其他150多人 聯名向中共人大發出建議書 要求廢除將大量老人排除在社保體系之外的過時文件 但沒有獲得任何回應 2018年 毛傳衡與江福珍等5人 代表公零歸零受害群體 組成千人公民起訴團 向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寄送千人聯署申請書 要求政府公開涉及公零歸零群體利益攸關的信息 同樣沒有得到回應 之後 他們向北京市中級法院、高級法院提起訴訟 也都不予立案 只有意義的一切能力都沒記憶了 毛傳衡說 在中國 公民找不到一個可以講理、講法的地方 千人公民起訴團的另一位發起人江福珍 是山東青島的一名作家 1989年參加六四運動後 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山東罪判刑8年 出獄後 原有15年的公零即被清零 無奈之下 只能自己花錢買社保 現在每個月只有1200元的退休金 江福珍補充 各地依據59年內務部的批覆 在變相形成地方文件 江福珍認為 中共這種缺乏 法律依據的做法 造成一種制度性的剝奪 目的是想讓一些人 因為吃不上飯 連生存都顧不上 根本沒有時間去向民主自由的事 是一種變相的打壓